你剛剛差點就賀成嬌了 嘿嘿嘿 不行啊 今天試駕直接 賀成嬌 賀成嬌 年底再多一台 哈囉大家好我是坤舅爸 今天很高興我們來試駕這一台 算是剛改款的對不對 剛改款的 Focus Active的Wagon 那它這台車型目前兩個編成就是X 跟一個非常難唸的V的等級 你知道就好了 OK 那這兩台價差其實很明顯 它一個就是低於100 一個是在100零幾 那這兩款車大概適合什麼族群 我們等一下請小葉進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哈囉小葉 好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像我們今天要試駕這一台是什麼等級 我們試駕的是最頂規的Fignale版本 對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頂規跟X的版本 大概有哪些不一樣 包含外觀跟內裝比較大的不一樣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這個頭燈的部分 然後我們如果延伸過來的話 像後面車尾的部分就是有那個電動尾門 有腳踢嗎 有腳踢 有腳踢 對X是沒有的 好 然後如果像我們的駕駛座啊 這個頂規版本它是有電動調整座椅的 那X的是沒有的 哦那副駕咧 副駕的話都是手動的 都是手動 都是手動的 然後如果像裡面的話 抬頭顯示器的部分也是要頂規才有 對 BMO的10顆喇叭也是要頂規才有 所以頂規才有這個 對一斤儀表的部分也是要頂規 欸那我覺得頂規比較划算 好像差不到10萬 對啊頂規比較划算 螢幕是都一樣 螢幕的話是一樣的 哦一樣那倒還好 現在都是4.0了嘛 對 好那內裝它有沒有哪裡不一樣 音響就不一樣了 椅子 椅子的話如果是X版本的話 它是延續Focus的四代 中間是不織布的材質 那像頂規的話用的材質是永續皮革 就是全皮的部分 了解 欸很靈敏欸 很靈敏 那天我們交車 它踢屁股 也是 庫嘎 啊高度一樣都是可以調整的 也是可以調 好 然後一樣這樣子關 OK啦 所以其實這樣子踢就好了 不用這邊 不用揮 不用揮 OK 好那還有哪裡不一樣嗎 這邊都一樣 都一樣都一樣 然後再來 所以它主要就是在外觀跟裡面車室不一樣 對 其他的什麼那些動力那些都是沒有編的 動力一樣 Level 2也一樣 都一樣就對了 對都一樣 好 來看一下後座 欸它後座空間算還蠻大的 蠻大的 我們的軸距一樣是有2700mm 大概快三個拳頭 而且你看喔 這邊 我腳可以伸進去 重點是真的啦 他們有後座出風扣 跟德國一樣就對了 對跟德國一樣 然後它後面兩個充電孔 有 然後USB-A跟USB-C都有 其他應該大致上還OK啦 我看一下中央扶手也有 然後這邊 這個可以調 欸那這個可以調那個嗎 傾斜度 不行 它是固定的 好做起來是OK算是舒服 頭頂大概一個拳頭兩個指頭 我們讓它全部打平 全部打平 對看 現在這邊就大概就有600多公升了對不對 有 然後全部打平大概就1000多公升 1600多 1600多 然後也有一件傾倒 也有一件傾倒 酷喔 欸真的欸 可以進去睡覺 敷個軟墊就可以 對 它算是蠻平整的 只是一點點斜斜的啦 還OK 空間算很大欸 然後下方一樣會有這個 小的置物空間 放東西的地方 然後 然後在下面一樣會有補胎機打氣機 反正現在都沒有那個備胎了嗎 都沒有了 這邊空間很大欸 這可以把它整個 喔 這麼大 空間好大喔 可以放很多東西啊 對下面 衛生紙啊 放水啊 嗯 嘗試房錢好幾疊喔 哈哈 原廠也有出那個小的防水托盤 也可以放在下面 我想說原廠有出這麼平的保險箱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如果最近想要申辦 預容中租 和潤貸款 缺怕送錯間 或是不想花費太多腦力 不妨可參考由困族吧 所創立的組好貸 要貸款買中古車 或是原車增貸都有符貸 詳請在下方資訊欄位 我第一次開 Wagon 呵呵呵 視野應該比較好一些些 沒有 我說我沒有開過那麼長的車啦 可能給你剛剛 它沒有我想像中的長欸 感覺齁 可能是車高多了4公分 你沒有感覺它長 如果降低4公分 你可能就會覺得它有長 它沒有其他牌子的那個Wagon 那種感覺像鴨嘴瘦的感覺 呵呵 喔你說其他的 它的比例比較好一點點 行車適合哪些族群啊 嗯 Wagon 還是Active 那個 Wagon Wagon 的話可能會比較 有一點喜歡駕駛樂趣的客戶 然後喜歡後箱空間稍微大一些些 可以靈活運用的 然後它又不想買休旅車 對 又不想買休旅車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考量的點 就是家庭需求也可以 然後自己開也喜歡的主權 那如果像Active Wagon的話 就多了一些戶外的需求啊 或者是女性車主 喜歡視野稍微高一點點 乘坐舒適感受好一些的 所以它這台是1.5 也一樣是1.5 然後渦輪 有渦輪 然後巴數自排 然後180幾匹 182匹 所以它的抬頭顯示器 會跟地圖做連動嗎 會 如果你是使用原廠導航 原廠導航 或者是剛才你有講 那個Apple的 Apple的地圖 對 Google的不行 Google的不行 所以還不錯 可以連接Apple的喔 可以連接到Apple的耶 好酷喔 終於聽到有一個是其他家以外可以連的 然後 不用限本家 連Apple也會有入名就對了 有 所以起碼可以用到Apple 雖然Google沒有 Google是幾乎每個車廠都不行啊 Google我們看大螢幕就好 對 我們現在就是Google 對 現在是Google 所以它的Apple CarPlay是有線還是無線啊 我們的這一台是無線的 喔 對 然後一樣可以去觸控 所以它現在這個滑順圖 應該比以前好一點 嗯 因為像現在變成大螢幕 它就只能用那個 這個上下左右去 喔 它不能滑啊 它只能點功能而已 對 只能點功能 我想問一個問題喔 如果這個螢幕壞掉的話 是不是冷氣就沒辦法吹了 對 當然是如果你下車之前啊 冷氣沒有關掉 像我們剛剛就沒關 你一上車啟動 它就是自動會吹風 喔 除非你額外有把電源關掉 你的意思是 螢幕壞了還可以吹 如果當時上一個你沒關的話 對 螢幕當機我要怎麼解除 長按幾秒是從哪邊 這一台可以嗎 可以 我們的方向盤上面的小聲鍵 加下一首歌 兩個同時長按 在哪裡 在最左跟最右 喔 這兩個 對 兩個同時長按 有錄到嗎 這兩顆鈕 同時按住 同時按住 沒有想像中的晃 還可以啦 還可以耶 好 我們不要過好了 等一下 而且它那邊寫交通號是限50 它可以辨別是不是 可以 我們有一個TSR的功能 它會偵測該路段的限速 然後像是這邊的資訊頁啊 它也可以去看說我們平常的行駛 的平均流耗 然後時間這樣子 然後還有客人最關心的 就是我們的內建胎壓數據 有 它有數據 而且還有哪一顆都有 對 所以它只要發生問題 我也知道是哪一顆 對 因為有些廠牌國產的是持有警示 你就要回原廠了 也不知道哪一顆 也不知道數字 所以它起碼數字是有的 還蠻方便 那它這個畫面也可以換風格 風格的話它會依照我們設定的模式 會有所不同 假如說像運動好了 它的面板就會變比較運動 比較紅色 所以它那個抬頭顯示器 那個畫面會可以調上下是不是 可以 我們一樣是從選單 可以調就對了 然後往下 就透過中間撥桿往下 再往下 有一個抬顯的部分 抬頭顯示器 壓下去 然後調整 調整 位置 喔 它亮度也可以 對 喔 可以調到自己的位置 比較看得到 然後也可以調整 你想要顯示的內容 喔 它也可以調內容 你全部都打勾了 來電車道便宜 導航車速輔助也有 然後最後一個是 車速的耗製便室 就是那個時速 哇 好酷喔 它都有 全部有 很齊全 果然開起來不一樣喔 嗯 真的 跟日系車差很多 好 然後啊 跟它一起 然後往上推 往上推 它會去抓我們剛剛踩的試速 然後線還不會 還沒嘛 如果你看到像現在 欸 我已經看到了 對 變成暈色 這都不是我的 它自己的彎 讓它試試看 喔 它跟得不錯耶 對 喔 難怪 不愧是Coldby的3600 其實它就是 我覺得啦 它跟特斯拉其實很接近 很厲害 它的Coldby的3600 而且它剛剛那個彎轉得很順耶 對 它的角度可以 比一般的轉得大一點 還都還跟得上 所以它有跟手機APP 有什麼功能做連動嗎 它的意思就是 遠端可以 沒有 沒有 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是真的只有HONDA CRV6 那像我們一樣 有那個Auto Hold的部分啊 如果它右下角 有亮Auto Hold 我就可以放腳上車了 所以Auto Hold是自己在 身材一下嗎 還是 你只要靜止的狀態下 不用到身材 對 我只要靈 然後它就是 過個可能一點點時間 它就Auto Hold就亮起來了 沒錯 對 方向盤可以調輕重重嗎 不行 一樣是電子式的 所以會隨著車速 快或慢 它自己會變重 對 不能自己調 不能 OK 起碼高速的時候 也是安全一點 我們來測一下 測起來 來囉 OK 好難 可能就是Auto 對 你剛剛差點就賀成膠了 不行啊 今天試駕直接 賀成膠 賀成膠 眼底再多一台 所以這台引擎是三缸嗎 三缸的 開起來還好 沒有抖 小時候說 現在好像 不曉得為什麼大家一直 對三缸抖動一直很在意 對 我開起來是沒有感覺 你沒有提我是不知道 沒有感覺說三缸就特別抖 我們的三缸其實調校的還不錯 就我以前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個車 美 對 它 移成 它就拿那個高腳杯 在我們的引擎蓋前面 然後疊起來 然後高腳杯沒有到 所以起碼震動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還OK 應該是說現在的調校都越來越好了 嗯 我想問一下那這台車有沒有什麼 不會跟你反映過什麼缺點的嗎 嗯 油耗吧 啊油耗 油耗多少 但油耗我實際問 很多客人都跟我說 呃11 12油耗很差 但其實如果以這種比較偏性能車來說 其實算好了 因為還是有那種5 6啊 對 一公升跑5 6而已的 但可能他們之前開的車是比較 是Toyota 是比較平日系車 對 比較省油 油耗可能就13 14 15 可是那就不一樣 因為你們的車重也比較重一點 對 我們車重也比較重 當然你第一個你車重 第二個又有渦輪 對 所以相對的馬力又大 所以油耗通常不會太漂亮 對 就看你的橘捨啦 對 那這台真的是 如果是講缺點 就真的只有後座沒有出風口 我後面還是好熱 就只有後座出風口 所以隔熱子要貼好一點 那我們今天試駕就到這邊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福特中泰所 小葉來跟我們分享這台車 我們跟觀眾說拜拜囉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